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烧得很大的时候呢 他就在心里啊 不是他的房子 可能对面的房子 他就发愿菩萨啊 让火熄灭吧 我发大愿 用我的功德 让火熄灭 不要烧到一些无辜的众生 不要烧到一些无辜的众生 那么 他们当他的愿发生 发好之后呢 火呢 没有熄灭 没有很快的熄灭 那么 但是火呢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的火呢 本来这一家烧完之后呢 应该下一家 他会跳过这一家 烧再下一家 有的时候 这火一直在蔓延 烧两家 再停一家 再这么烧过去 就发生了很奇妙的变化 所以 那么这个时候 跳到最后的时候呢 火就熄灭 火熄灭 那么后来呢 这位 人间的菩萨 他的功德很大 他说 我加持了众生 众生 为什么不能不到 加持 实际上 后来菩萨 就跟他讲 就是 陀佛告诉他 你知道 众生所造的业不同 所以他们做的果报也不一样 虽然 你加持了他们 但是 每一家的因果不一样 这一家 作恶多端 他就会烧毁 这一家 持灾念火 做善事 积累功德 这一家 火就飘过去 从这个故事 大家就会明白 无量节 的时间 在恶力中 让我们 做到受苦的果报 因为我们过去生中 有无量节 我们做错太多太多的事情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这些果报 带到今生今世 所以自己求菩萨的时候 不要说是菩萨没有救你 是你的业障 还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消除业障 我们在人间受到业报 那是自然的 因为我们的业很重 如果我们能够跳过自己的业障 能够重新做人 所以中国有句话叫放下屠刀 立立成佛 但是这句话的谈原意 并不是说你放下了屠刀 你就能成佛了 是这个意思 是因为你放下了屠刀 你就有成佛的机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